没有讲到 利得税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你要有赚到钱 才科得到税呢 对不对 那台北市其实就整体而言 去年房价已经跌了大概2%左右 所以就我们跟着罗文基来看的话 我赔钱我就不用缴税啊 所以我实时税率当然是零 懂吗 因为我赔钱就不用缴税 所以我实时税率当然是零 那这个问题往下讲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例如说我们现在公告土地限制 还是持续的往上增加 但是其实呢 去年或是今年 其实房价低价已经开始下跌了 那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假设你是短期买卖的人 我卖房子卖土地我赔钱 然后财政部这个税制方案说 你没有赚减税你不用缴税 但是呢 内政部或县市政府在科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跟你讲说抱歉 你还是有土地增值 你还是要缴土地增值税 所以我们的土地增值税 其实存在一个很诡异的状况 我们土地增值税虽然号称累进税 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什么 你赚很多的时候的实质税率比较轻 你赚比较少的时候实质税率比较高 而且你赔钱的时候你还得缴税 所以它是一个累退税 它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 是很好笑的一种回忆的制度 先把这个补充到这里 因为这东西先不多说 怕外面没人听懂 已经断了Live 但是还有在录音 没有啦没有啦 没什么关系啦 没有严重 还有其他人有针对刚才小奖 有马上问几条问 有没有 那瑞克你有那个 没有线的无线麦克风 哪一项 诶 我可不可以给点回应 可以给给 那 那个要不要录音吗 不要不要 好瑞克录音可以切掉 我第一个是感谢华老师跟助行的所有